长阳艺术世界领略先生风采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总台大型文化节目 大师烈传 我是主持人龙阳 欢迎各位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 他是一位梨园长青树 80后 打着引号的 他出生于梨园世家 两度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并在2002年 成为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大奖的首位获得者 作为老一辈京剧人 他激活传统 用丰厚的艺术实践和丰硕的成果 推动京剧花脸艺术的新发展 为传承和弘扬国粹做出了突出贡献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长荣先生登场 上老您好 您好 太荣幸了 谢谢 欢迎您做客《大师烈阵》 谢谢 能够见到上老啊 我们年轻人觉得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振奋 谢谢 您啊可是咱们国家 第一位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大奖的人 这个梅花奖大奖 它和以往我们所知道的梅花表演奖 有什么不同呢 梅花奖呢 是中国戏剧界最高奖 那么只有第三次获得梅花奖的 才有资格得这个梅花奖大奖 所以最后您又问鼎了该项殊荣 所以就是当之无愧 实至名归的三度梅 我们掌声送给上老 谢谢 我们都知道您的父亲 尚晓云先生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就已经名满天下了 和梅兰芳 程燕秋 巡慧生 并称是中国京剧四大名单 那么您小时候 有没有见过三位先生呢 老四位不仅都是舞台上的佼佼者 是先贤大师 私交也甚厚 我也有机会跟梅先生多次接触 只是没有这个才华 继承父亲的衣钵 演了花脸了 我经常调侃说 如果天生片子唱弹卷 那只有八个字 不堪入目 他惨不忍睹了 太谦虚了 幸亏唱了大花脸了 在京剧上 有如此高成就的尚先生 其实在最初学艺的时候 他的父亲尚晓云先生 并不想让他从艺学系 那后来 他又是如何得偿所愿 开启了自己的戏曲之路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京剧 又称平剧 京戏等 中国国粹之一 京剧的角色分为 声 淡 镜 绸 几个行当 各行当都有一套表演形式 畅念作打的技艺 各具特色 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 尚长荣的父亲尚晓云 也是淡绝的知名代表人物 由他创立的尚派淡绝 唱念作打 均不上仙桥 以钢剑婀挪为特有风格 以气与力取胜 具有阳刚之美 1936年 尚晓云先生 为弘扬国粹 变卖房产 创办了荣春社 培养出了大批京剧人才 1940年夏天 就在荣春社畅念的训练生中 尚晓云的小儿子尚长荣 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 伴随着荣春社学员 日复一日的科班训练 尚长荣也在戏罐子里 渐渐长大 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京剧天赋 可是 当时京剧演员在社会上属于下九流 父亲尚晓云不想让尚长荣学戏 要他远离京剧舞台 但结果却出乎大家的预料 尚长荣五岁时 第一次登台表演 就唱得有晚有眼 尚老您看 我们现在是置身在一个大戏台上 这是您最最熟悉的地方了 还记得当时登台的时候 是什么场景 什么心情 大伙都是什么反应吗 我五岁的时候就问我 你敢不敢上啊 我天天看着排戏啊 我说敢上 月月月事 四郎探母的小杨宗宝 这个记得很清楚 第二场杨宗宝见六郎和四郎 旁边有个坐 我上不去啊 结果是检场的师傅 把我给抱上去 坐在上边 观众哄堂大笑 这个记忆忧心 所以经常说 说长荣啊 是被抱上了精致舞台 在大家的掌声啊 鼓励声中 还有那个可爱的笑声当中 哎 一个良好的开端 开始了 那为什么一开始 上晓云先生却不想让您学习呢 那个时候 深知在旧中国 演绎谋生之不易 能够唱出来 也是更难的 那后来又是什么机缘巧合 哎 他180度大转弯 决定让您学习了呢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我的老师姐 吴素秋 她建议 她说大地二地 舞台上那么进步 怎么不让三地消息啊 她说现在花脸很缺啊 看三地那个样子 她要是学花脸 肯定能学出来 后来就问我 我母亲说你问我 你愿意消息吗 我说我愿意啊 唱花脸愿意吗 我说我太愿意了 那在日后 通向艺术成长之路上的 上长荣 又会经历怎样的风雨和磨练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自身条件 唱不了弹诀的上长荣 不甘服输 他十岁 正是拜诗学唱花脸 花脸属于京剧中 静这个行当 主要表现 有突出特征的男性人物 二十岁时 在父亲上小云的眼见下 上长荣 拜在一代花脸名家 侯启瑞门下 侯启瑞老师 在表演上气势磅礴 塑造人物细腻入微 要全于带子罗袍 是咱中心 把我护皇 昂长 勤奋好强的上长荣 越学就越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小刻苦练功 不仅练毯子功 靶子功 还有拉戏 无数汗水与努力付出 为上长荣 在日后京剧舞台上 绽放光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 上小云受邀到陕西 参与文化建设 此时的上长荣 没有选择留在北京 他要和父亲一起去西安 到了陕西后不久 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 父亲上小云 创牌了一出新戏 双杨公主 年仅19岁的上长荣 也接到任务 要求独立创牌新戏 山河类 首次不是和父亲合作 而是独挑大梁创牌新戏 这意味着 从小跟在父亲身边 学习的上长荣 正在逐渐走出父亲的庇库 在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上 独立行走 然而 让上长荣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事业建起之时 生活对他的考验 也随之而来 到了西安之后 您的事业很快有了起色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那是个什么样的氛围 那么我就是从59年初到91年 在西安工作了32年 所以这32年 对我这个戏曲演员来说 是一个难忘的32年 为了演现代戏 我体验生活 修过铁路 挖过门窑 打过山洞 修过桥墩 和陕西这块热土的情感 是不断地永远不会忘记三秦父老 对于我这个金举演员的 抚育之恩 在您事业尽起的时候 特别遗憾的事情是 尚小云先生就离开了 第四次文代会 在那个会上 为百位文艺家墨哀 其中我父亲就在这个名单里边 在致哀的时候 我泪如雨霞 父亲在舞台上是霞女 是经国英雄 是慈母 私下则是严父 至家 至学 至义 都非常严格 所以我们舞台演出也好 排戏也好 不敢有一点懈怠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此生永不称派 也不敢称派 如果非要说是什么派 那就是上小云派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您说的上小云派呢 其实京剧的流派 就是这些位大师巨匠 他们的艺术个性 我们谁敢现在说称派 再一个有的说 你可以称上派 我说一不够 二不敢 三不能 能够唱出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有一点自己的特点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断地开拓和创新京剧艺术 也是上老一生的追求 那么在此后的道路上 他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接着往下看 父亲上小云去世了 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上长荣更加发愤用功 他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角色 1984年 上长荣被任命为陕西省京剧团团长 时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就在上长荣筹储满志 准备大干一场之事 他的好友陕西省京剧团编剧石美强 给他推荐了一个剧本 那就是曹操与杨修 这部剧本 把他积蓄已久的创新热情点燃了 他下定决心 要创排出一部与众不同的好戏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 起步就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遇到了曹操与杨修 就好像是 侠客得到了宝剑 英雄遇到了战马 但是要真的把它实践起来 难关重重您如何一步步克服的呢 这个戏 这个本子要想立到舞台上 那很麻烦的 怎么改阵容怎么组织 经费怎么来 太难了 我不知怎么我觉得 想闯闯上海滩 但是未知数啊 人家也没请我 我就厚着脸皮 夹着剧本 坐着绿皮火车 就到了现在上海的这个岳阳路168号 上海经券 一见面 他们以为我要到上海经券来唱戏呢 我说我不是唱戏 我想跟贵院一起探讨 排新编历史剧 他说这剧本很新颖 说这个戏就在我们上海经券排吧 心愿答应 就这么几 就这么几句话 这得是多么的热爱戏剧事业呀 对啊 就要闯一闯 说到这曹操与杨修啊 当时您对于曹操的这个形象 其实是有大胆的革新的 曾经设计了好多形象 你要改你不能乱改 在肤色上 做一点调整 这个眼窝没有画三角眼 画一个长眼 法令文没画一个肩下 这个纯上之挪到眉上 朱砂之一颗 做得这么讲 微调而已 那么对于在他的这个脸谱 衣作甚至于身段手势 念词的语气处理 甚至于乐呀笑啊 都有别于传统戏 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的创作 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 京剧表演艺术 究竟如何在更续传统的同时 顺应新的时代潮流 将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 改编为雅俗共赏 叫好又叫做的京剧剧目 是尚长荣苦苦思索的问题 1988年 京剧《曹操与杨修》 横空出世 享誉侠儿 一句摘得 1988年 京剧新剧目慧眼 优秀京剧新剧目奖 1995年 中国京剧艺术节 成长庚金奖等诸作大奖 被业内预为 京剧发展时尚新的里程碑 《曹操与杨修》 讲述了《三国故事》中 曹操与杨修两位历史人物之间 相识 交往 以及智谋斗争的传奇故事 在传统京剧中 曹操形象大多比较刻板单一 脱不开尖雄的框子 为了塑造出曹操形象的复杂和多面 上长庸颇费了一番苦心 他在细心保留传统行当特点的前提下 加入了巧妙的动作设计 使得曹操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 初见杨修交谈甚欢的拍手叫好 误杀孔文代时 双手下意识地颤抖 种种细节性刻画 使得曹操这个角色 在舞台表现上更加丰富饱满 令人过目不忘 在此剧中 上长庸颇对曹操的笑进行了多种揣摩与设计 将人物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初见杨修爽朗的笑 有朱砂孔文代时阴森的笑 也有临近尾声 酸甜苦辣咸 五味俱全的笑 上长庸在尊重史实 深入生活 洞察人物内心的基础上 对剧目创新和角色塑造 滋滋以求 构筑起了全能型和性格化的新净行艺术 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褒奖 由尚老亲自参与创作的新曹操形象 有血有肉 极具人性化 在曹操与杨修的演出大获成功之后 尚老师又投身到了京剧的创新之中 接下来又会有哪些精彩的作品问世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曹操与杨修大获成功之后 上长庸再接再厉 继续守正创新 又成功推出了两部呼应时代 以史为鉴的新编京剧 京剧真冠盛世 以唐真冠年间 未争忠言之鉴 帮助唐太宗李世民反省 而割除必正为故事 该剧以以史为鉴 以人为本 拘案思卑 戒舍以简为主题 生动展现了 一代明君贤臣 开创盛世的场面 有着高度的艺术性 观赏性 剧中上长荣饰演的魏征 念白功底造诣深厚 张弛有度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剧《连丽于成龙》 讲述了一代连丽于成龙 制斗贪官 为民请命的感人故事 以精剧之美 反映了于成龙 不以温饱为质 妩媚天理良心的出世出新 彰显了 清甚秦的围观之德 具有现实意义 曹操与杨修 贞贯盛世 连丽于成龙 共同组成了 《上长荣三部曲》 《上长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 激活传统 重塑经典 与时俱进 也正是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 使得中国人热爱的国粹金句 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 更续传承 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也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流 始终鲜活而丰沛 在新时代 绽放辉煌灿烂的艺术光彩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 您觉得创牌的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 传统是精髓 但是老是吃传统 我们的前辈 先前会在九天之上 看着我们 你们没出息 你们的求索精神 还没有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呢 得拼 得干 得与时俱进 得和时代同步 我们要用最好听 最好看的表演 歌唱技艺 来唱好 演好 中国的古代近代现代的故事 墨守成规没有前途 进入茂蝶之年的上长荣 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2022年11月12日 上长荣京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在上海正式接牌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年过八旬 已不再登台表演的上长荣 将中华戏曲的传承 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 退休之后呢 上老也是一刻不得闲啊 我想这不遗余力的努力背后 其实也是您传承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的一颗初心吧 这个研习班 主要就是让这些学员 在基础学要补课 在创排新剧目 在领会表演理论实践方面 做一点补充和补课 这样是对于青年才俊的成大才 所做一点推动和托举工作 我们不妨也来听一听 在学生的心目中 上老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吧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上研班第二届的学员 中国国家经济院 一团花莲影员 威家庆 快跟我们说一说 上老平常和你们相处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上老师给我们说戏的时候 那是一丝不苟 亲力亲为 然后就是做示范 生情并茂 带情感 带动作 带地位 眼神 我们非常的受益 你今天戴的相册是什么 我戴的相册有20年了 这里边还有我跟上老师的合影 那个时候我才十七八岁 然后这回还有研习班的合影 还有和上老师演出的剧照 这个相册上老师见过吗 上老师没有看过 太好了 以前没看过 还等什么 还不快乘上来 上老 您又见着从前的自己了 什么心情啊 还是没个少年 如果此处有笑声 是什么样的笑呢 开会大笑 初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只因那颗热爱优秀传统文化 和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初心 上老 这种探索不止的精神 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今天现场也来了 很多年轻的观众啊 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 面对面的交流 有请 邵老师您好 现在许多的流行歌曲中 都加入了戏曲长腔 然后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喜爱 请问您对这一种新颖的方式 如何看待呢 我觉得呀 在娱乐的这个范畴之内 引用一点我们民族戏曲的旋律啊什么 这未尝不可 但是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必须守正创新的 认真的来对待戏曲艺术 谢谢 谢谢尚老师的分享 从一七十余载 尚老积累了非常丰富 又很宝贵的艺术感悟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尚老 进入诗说环节 一起来听老师说 2020年10月啊 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戏剧学院师生 回了一封信 指出要弘扬优良传统 坚持守正创新 如今进入了新时代 经济如何保留传统 又顺应时代呢 这是不得不面对的 非常重要的问题 传统与时代并不冲突 守正与创新 可以交相辉映 这是我几十年创造中啊 一直坚守的信念 守正创新 四字啊 中千金 这四个字 就是我们戏曲人的灯 总书记 在给中国戏剧学院 师生回信中啊 还提到繁荣发展戏剧事业 关键 在人 创新的道路 没有尽头 传统 是可以被激活的 传统的叙事 传统的舞台 可以通过重组 转化 沟通 沟通当代观众的精神世界 虽然 我现在已经80后了 我依然想力所能及地 为戏曲的传承 创新 多做些事情 在全面继承 传统的基础之上 有所创造 才能把人啊 演好 把戏啊 唱活 逐步形成 自个儿的风格 这就是 守正 创新 一无坦度 唯有探索 不止 守正创新 才能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 中华文化 弘扬 中国价值 只有这样 中华戏曲 才能 经久不衰 永保青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尚老的精彩诗说 受益匪浅 感谢感谢 上老 得高望重 得意双心 在艺术的求索之路上 他始终守正创新 不懈奋斗 为我们中华戏曲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也相信 戏曲事业一定是后继有人 而且会形成 大师闪耀 新人辈出的格局 我们也更有信心和底气相信 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 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 让我们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感谢收看本期大师烈传 让我们想要下一期再会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